我们任来已经是本届最后两次会 你交了这条条例的功课 我认为真是不合格 社会上有很多政策 仍然需要局长大力推动 我们本本叫到牙血都掉 现在香港失业率已经非常高企 为什么香港不可以有一个 临时的失业援助呢 我记得局长你跟我说 因为我们有中援 但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希望局长你真的再想想 其实议会都是真的代表市民的心声 希望局长你可以再回去思考一下这一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 今早议员亦都提出两元的乘车优惠 我当时坐在这里做代主席 这一点我对局长亦都是非常之大意见 虽然这条条例不是直接相关 但局长因为今届可能你是 这条条例最后坐在这里听我们说的了 我相信本会亦是跨党派 希望推动你 可以在我们会期结束前 有好消息可以公布给市民听 今年特首同意的政策 居然是要等一年两年去做 市民是没办法明白为什么的 你今早答复就说因为八达通很多 其实我身上有三张八达通 但不代表他们会滥用的 你就找人去查吧 我希望局长以理的智慧以理的能力 是有能力去回应社会的诉求 回应议员的诉求 我很希望 未来局长会在刚才我说的几方面 除了是产假之外 在家庭友善政策 以至是刚才我提到的失业援助 因为我估计现在疫症又反复了 刚才今早提到的很多提问旅游业 旅游泡沫 甚至健康码 我估计都是可能是触招的 这个失业率要继续上升的时候 如果局长你不去 你不去 有些实际的措施的话 香港很多市民真的很惨 最后我再次请局长你再想一想 两元乘车优惠 希望你在本届 我们结束会期前 有个实质的公布 给市民知道何时可以实施